大家好,我是Michiworks 每次在录制开箱体验产品视频的时候 内心中还是有一点小小激动 因为总是可以接触到新的东西 然后好不好用 想去跟大家一起分享 那今天大家应该看得出来 在我面前是一款便携式的蓝牙音响 Zemkol 或者说Zemkol 具体型号是ZK206 今天就来开箱体验一下这款 摸起来就沉甸甸的 便携音响 这么沉 从箱上可以看出来 它这一款是支持这个IPX7防水 IPX7防水 说明我们平时拿到户外玩的时候 对于水这个东西 真的是来者不拒 它可以组成两个音响 立体性扬声器 然后充满电之后 可以满足12个小时的使用 我个人感觉基本上七八个小时差不多了 内置麦克风防水 然后25瓦 这种大功率的外放 Hands free 用它可以接听电话什么的 那我们打开 真的很沉啊这个东西 哎呀 嘿嘿 嘿嘿 不像开红酒一样 哎呦我这个塑料的味道很重啊 上面感觉千疮白红的感觉 哇这个是经历过什么东西啊 运输过程中会有这么划痕吗 看我个人感觉啊 这有可能是啊 给我寄过来一个样机 哎呦天呐 哎呦 这厉害了 这是两个组在一起的吗 还是 啊 我第一次可以看到这 两个放在一起 可以吸在一起 我以为是一个 它其实应该是两个 看到没有 这两个独立的 上面分别有按键的 那我觉得 线是不是也应该是两套呢 好里面我看有什么线 啊 这是什么 1分2吗 送了一根这个3.5mm耳机的一个1分2的接线 然后里面 哇 一个充两个 这双胞胎的设计 我看这边送什么还蛮期待的 哦 送的这是 说明书一份 很有意思啊 一左一右 可以把它拎起来 那现在是哪个锁哪个右 我也不清楚 这两个造型是完全一样的 哇 这完全一样怎么办 先充上电 我们把这个 旁边打开 我果然是这个样子 给同时充电 可以单独使用 好了 我们来体验一下吧 在充满电之后 大概充了几个小时 就已经充满了 这边呢 我们看一下它的外观设计 那感觉像一个铁拖一样 那上面的按键呢 也是一目了然 背部呢 一个低音炮的设计 底部呢 四个触角 可以粘在一个地方 那上面的按键也非常简单 那左下角呢 这个是一个联动键 如果两个同时按的话 它们两个呢 会组成一个双声道 那可以这么说 那整个设计呢 给我的感觉就是 非常另类和独特 因为很少看到一个蓝牙音箱 像这样的设计 从外观上给人看呢 就感觉非常的坚固和耐磨 耐用 那我会把它带到户外 会听听音乐什么的 那上次去骑单车的时候 我就带到户外 就算旁边有水池也不怕 毕竟它是一个防水的 但是很惭愧 我没有试验过它的防水性能 我舍不得 那放在工作室呢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感觉 它在连接蓝牙设备的时候呢 非常的快速 这个像积木一样造型的音箱 可以非常轻松的通过 这样一个方式连接在一起 连接之后感觉粘的还非常的牢 当然我们可以很轻松的把它分开 接下来我们听听它的音质 我们现场录一段音 我呀 我随时 随时 随时 我有点 我有点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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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lvez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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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 staff 是 有点 偶尚 这个音箱呢 我已经用了很长时间了 我感觉它音质 真的是表现还是不错的 那超出我的预期 那它的同步性能呢 也是非常优异的 在这边呢 简单的说一下 它是一款非常有趣 并且音质还不错的蓝牙音箱 这边建议大家 如果你有需要 不妨试一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